面对强光对眼睛的伤害 我们也必须要去重视 LED灯管改善日光灯管与神电灯泡的问题 但却也产生许多照明上的伤害 LED的光源的发明是负 它把LED发光二极体的技术 变成一种激发的一个大光量的光源 所以在这个产业界跟这个市场上面的话 就好像如获自保 看到了一个东西 它有很多的优点 可以去取代所谓的日光灯管 还有这个神电灯泡 那可是没有研究透彻 就拼命地把这个产品做出来了 那结果我们今天来做这个分享里面 告诉大家的是LED的所有的真相 第一个 全球至少有38个以上国家教育部 禁止用在教室内照明 那教室内不能用 为什么家庭里面可以用 然后很简单的你拿手机 跟一个3瓦的LED灯泡比在一起 强度它就是比手机强10倍以上 那这个拿来做照明的灯 大家要认为3C的产品 会造成黄斑步病变 那请问当这个10倍以上的光亮的东西 怎么样不会造成伤害 那我们今天把全球的 那我们今天把全球的 所以有一些公正的单位 已经被证实的这件事 我们要去正面地面对它 它有很多的优点 但是被隐藏在后面 商人都没有讲的缺点 我们把它揭发出来 再看怎么解决 LED灯的光亮强度 会伤害人类眼睛 形成许多眼部疾病 面对缺点 我们唯有正式去面对 并一一解决 而不是掩盖于忽略 十方新闻胡佳萱 曾千俊云宁采访报导